县议会民政小组的考察行程来到了寿风乡的共和还有寿农部落文件站 听取了社区文件站简报之后 也了解到文件站设施急需改善地方 民政小组在了解之后 答应要给予相关的经费补助 以改善文件站设施不足以及维修困难的问题 民政小组2号上午进行寿风文件站的考察行程 在总召张怀文、县议员简志龙、赖国祥、徐雪玉 蔡依静以及原住民行政处长陈建春的陪同下 走访了两处社区文件站 并听取简报了解社区文件站目前所遭遇的相关问题 社会屋村原住民集会所来一个社会议室建完毕 其实在107年初的时候 你们谢谢那时候的几位议员都很帮 帮我谢谢议员 请那份蔡依静议员 国祥议员也跟我们一起 就是土地的取得 就是收获国小的土地的取得 现在因为我们这边是都市企划区 那所以有一个土地要变更 虽然收获国小愿意来协助我们 有一个研究民集会所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是都市企划区 由于社区文件站目前是原住民部落当中 让部落长者能够聚会交流的地点之一 在生活中举足轻重 议员在了解社区文件站目前所劝切相关设施后 也都允诺将给予相关经费的协助 就是那个没有补助到的什么项目 其实我们不想说 开空投支票这样 那我希望每一个项目的估价单 估价单每一个 每一个项目的估价单 列出来 你交给我 我们去找钱好不好 经费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 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 一起努力来争取 那个经费才会下来 如果单一靠自己的话 可能还是不足 力量还是不足 原住民行政处在听取社区简报之后表示 花莲地区目前有90个社区型文件站 正在圆明会进行审查 不过在相关的协助以及设施的维护上 未来也会积极和社区进行沟通 来协助部落文件站的设施完善 由于目前的寿农社区文件站 是设立在受封原住民活动中心 遇到村里举办大型活动时 都必须将相关的设施移除 并表示希望部落聚会所的设立 能够尽快尘埃落定 让行动不便的社区长者 能够有更完善的使用空间 所以在申请整个基地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交代 交代整个基地范围内的 违建未来的处理方式 那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县府包括教育处 还有跟建设处 我们都在积极努力 因为我们在其他学校 包括在封闭国家也都有成功的 都有沟通的经验 所以这部分可能 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找那个解决的 也许到底是谁来写 那个违建未来处理方案的切结書 只要有这个切结的方案 我们把这个解决好之后 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 原住民行政处也表示 将会自己沟通协调建管单位 以最快的速度解决目前 居会所在建设的问题 记者林杰 顺风箱采访报道 一步 我们将感觉 让我们将能靠 相同的 与